专载自摆家号作者,老我说,体育2018年雅加达亚军会,中国奇迹般的在篮球项目上包揽了所有四块金牌,其中,三对三男子篮球中国小伙子们压上全杀韩国队,南篮红队更是完成了惊人的16分大逆转,面对如此佳季, 付出心情汗水的球员应该高兴,千千万万的中国球迷应该高兴,但最应该喝不拢嘴的那个,却是中国篮球主席姚明,从球员到球队老板,从老板到CBA联赛董事长,从董事长再到如今的中国篮球负责人,姚明一直深背着国人的期待与希望,这是前进的动力,却也是无尽的压力,因为在中国体育体制之下, 不论你是姚明,还是其他任何人,成绩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,加尔在振兴中国篮球之路成功的第一步之后,姚明却也陷入到了幸福的烦恼当中,2017年6月20日,请记住这个日子, 这是将中国乒乓球重新拍到世界之间的金台教练的现任时间,他,就是刘国良,体育总局这样的举动让所有中国人哗然,然而无论是罢财也好,情愿也罢,刘国良的现任是一个不可牛断的结局,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,那么究竟,为什么如日中天,政治直较巅峰的刘国良会被拿下呢? 没人知道,也无从知道,2018年1月22月的一天总局通知,被认为是对刘国良现任的最终解释,其实对于刘国良或是姚明来说,有一点很难拿,用了外,人,成绩不如意,用了熟人,又熟搞拉邦,面对这样两难的问题,姚明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刘国良? 我们不得而知,我们只能期望,在纯粹的体育活动当中,没有钱与权 然后right握写 瞰道 galaxy 有二十五年 我们再有一aryn 嗯 樱子